小明星 號碼 車尾1-1 月9日 車尾1-1 月9日 我們是比照立法院 如果兩人確診以上 我們就可能會開這個視訓會議 各堂團也是有協商開會或不開會 延期開會等等的一些措施 那今天是做一個像在演練 如果真的要視訓會議的話 要怎麼做演練這樣 那我們也希望疫情可以趕快過去 那民眾的生活可以回到一半這樣 目前是 那時候定是4月16號還是幾號 17號開始開 不過那時候的黨團協商是在3月初 3月初的疫情 然後在於歐美回來的這些東西都還沒有發生 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到底台灣最近的狀況是怎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開會的時候可能確診是100例死亡是2例 現在已經到300例死亡是5例 那在接下來怎麼發展 我們會配合中央的整個疫情感 就是那個指揮中心的指示 那也會比照立法院的一個最高的規格 來保持我們現在意識運作的順暢 這就是其中的 視訊會議就是其中的一把 那有可能延期開會 有可能正常開會 那有可能以視訊會議的方式做開會這樣 對 只要手機電腦或在那個家裡的服務處這邊都可以 就是用很簡單的方式 然後做 那我們今天做演練 然後再來就是去各個議員那邊 然後架設這個裝備 還是去教導他們怎麼連線 剛好我們 防疫你現在是優先啦 那也不知道會發展到什麼那個 什麼狀態啦 如果真的到最後很嚴重的緊急面對公布的時候 那我們就一切以防疫為優先 是 防疫應該是現在來講似同作戰 也是3月30日 只有306日 無確診 其中並有1.50的信用 在這邊也要感謝 現時防衛對所有防疫人員的信用 也要加一感謝中央疫情組繪中心 讓我們現在還可以在台灣安居樂業 不過 以議會部長長的身份 希望我們要準備好 所以我們已經策劃了這個禮拜 我們跟議員 陸工們都有訓練 而且有訓練